为什么四川如此多灾多难 高温干旱限电山洪疫情地震 古人云天下未乱属仙乱 也许这句话对我们早有启示 属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个先生大家都学过 这次四川的地震 就是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所致 地震原因有很多 但主要是因为断裂带导致 四川省的光大的断裂带就有三条 所以地质非常的不稳定 这次震的就是鲜水和断裂带 三天是看了很多关于现场救人的视频 真的是既感伤又感动 感伤是因为太多人失去了生命 失去家园 感动是因为又看到 那属于中国消防救援人员的那抹橙红色 抗疫是你们 抗洪是你们 救火是你们 救灾还是你们 你们是把灾难踩到了脚下 把人民扛在了肩上 三天是打心里感谢奔赴灾区一线的救援队们 未来三天呢 震中炉定可能还会有强降水 如此一来呢 抢险救灾的工作难度会再次增加 四川人民们一定要挺住 咱们海内外同胞也要团结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让我们一起为灾区人民祈福